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的生活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 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婚姻是悲惨收尾 可是这世道很多是不是你想便可以的 一个人一个命 你的命运是好是坏 都是由你的面向注定了的 很多人在结婚前都会深思熟虑 害怕婚后生活不美满 但是尽管你怎么深思熟虑 结果都是一样的 该幸福的幸福 该离婚的照样离婚 那么什么样的面向最容易离婚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情感线断了又连 他们是命中注定守婚不成功的一类人 所以情感线断了又连的人可要对自己的婚姻有所心理准备 不要对守婚抱有太多的希望 但如若晚婚便可以降低自己的守婚不成功的概率 二 耳阔突出于耳伦外 美满婚姻的经营需要彼此能够适当的包容 顺从对方 但耳阔突出于耳伦外的人 则缺乏这样的包容 顺从心 他们内心较为强势 不肯屈服 也就是这样 最终由于实在无法容忍他的反叛的个性 另一方选择离开了 三 感情线与结婚线交叉 又是一类婚姻不幸的人 这类人也容易离婚 倘若他们手掌的这两条线上还出现类似小倒样的纹路 即倒纹 则会严重地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 轻者致使两人分地而居 重者导致离婚 甚至会使人阴阳相隔 四 鼻子表面中央不凸起 鼻子表面中央不凸起的人好坏不分 常常把爱人的好意当成驴肝肺 每当他生气了 即便是对方使上最后的杀手锏 也没办法使他消气 逐渐地对方的忍耐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随之 两人的感情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马上请大师测算你的命运 五 眉毛中断 像书里说到肝胆先天不健康的人通常性格怪异 然而眉毛形态是代表肝胆健康的外在暗语 一个人的眉毛中断则暗示着其肝胆工作不正常 这类人行为上表现异常 如经常无缘无故地对丈夫发脾气等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将会成为他们离婚的加速剂 六 颧骨过高 有句常说的俗语 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 这句虽说有点过了 不过颧骨高的女性婚姻是不太会顺利的 建议此类人在婚姻生活中 找个个性相对温和的男性才能够相处得好 如果找得能力强 个性强的人总是很难过到一块去的 七 夫妻宫受死 夫妻宫就是左右眼睛后方到发肌见的两个小区域 这个部位反映了一个人的婚姻感情状况 如果这个区域有伤或凹陷 或者有黑黑的痣 不是感情的路不平顺 就是感情走上多种恋情 交集出好多种男女情愿的组合 八 四百眼或三百眼 眼睛在面相中是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如果女性有四百眼或三百眼 那婚姻中失败的概率会叫他人要高出许多 这其中四百眼要比三百眼要严重得多 所谓四百眼指正常平视中眼中的瞳孔四面都露出眼白 三百眼也是如此 只是有的人是上三百或下三百眼 九 脸宽下合叫方 女人如果脸宽下合叫方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好强 自己很独立 往往在事业上很有成就 如果与这样的女人交往将可能受到她的限制 这种女人的性格不是很好 做事容易与人起争执 无论什么样的男人来与她相处 她总是觉得不满意 尤其是比她条件差的男人 因此一般来讲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不会把婚姻经营到头 十 嘴巴比较突出 嘴巴比较突出的女人大多都很能说 可以说是非常啰嗦 还常常在语言上不饶人 这样的性格让男人非常厌烦 额头突出的女人大多不会对男人顺从 常常把男人放在自己脚下 胡来唤去 这样的女人也是让男人非常恐惧的 十一 嘴唇过薄 这类女性敷原薄 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 需要时间去改善自己的婚姻或爱情 一般嘴唇厚的女欲望高 十二 女人印堂过宽 在感情和真操上意识淡薄 印堂就是两个眼眉中间的位置 如果女人这个部位过宽 什么事情都不会太放在心上 只是每天无所想的过日子 而且家庭观念非常薄 只以自己的心情为中心 父母和老公都不放在眼里 更不会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 在外面更没有男女之间 做事要有分寸的概念 所以这样的女人容易有婚外恋 被男人骗的较多 小心你的老公会提出离婚 十三 额头太高 饱满突出的女人感情不顺 额头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受男人控制 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家庭 都享有高的标准 当这样的野心越来越高 越来越难以实现时 就会对老公厌烦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男人 他们都觉得成就少 所以这样面相的女人 最终赶召来的身边的男人 都是那种不思进取的 如果您是额头高大突出的女人 那么就要降低您内心的标准 不要方方面面都要求你的老公 这样会导致家庭的分裂 婚姻将走到尽头 十四 鼻梁起结的女人个性太强 好女人的面相中 鼻子的特征是鼻头两翼要有肉 因为鼻头没肉的女人 代表她刻薄 除了两翼之外 鼻梁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分点 鼻梁起结或山根残破 不利于感情的顺利发展 因为这样的女人 要么太过于开放 不节制自己的私生活 要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总是随意冲别人发脾气 而这样的性格 正是导致感情坎坷 离婚的重要原因 十五 女人眉粗乱脾气 暴躁导致离婚的居多 眉毛粗的女人脾气刚烈 比较男性化 在与男性相处的过程 就会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 甚至还会有阴盛阳衰的倾向 暴躁的脾气 很容易导致夫妻关系不合 另外 如果眉尾杂乱 代表有这样眉毛的女人 没有女人味 甚至具有逆反心理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会商量解决 却总是和老公唱反调 如果眉毛上长有漩涡 代表这样眉毛的女人性格太过要强 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的过失 而是一味地要求男人导致离婚的居多 十六 女人颧骨高突 无肉管家型 颧骨在面向学中代表权力 驾驭 面向中 男人和女人在颧骨上有着天壤之别 无论社会怎么变化 都离不开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规律 所以男人颧骨高是可以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而女人颧骨高突 无肉包裹 就会成为家里家外的佼佼者 这样面向的女人攻击力强 无论是对事业还是老公 所以这样的女人是让男人很难驾驭的 十七 嘴巴比较突出的女人 对男人呼来喝去 女人嘴巴前突总想管制老公 不管有理没理 在言语上绝不扰人 女人有这样的性格会让老公对生活厌倦 在面向中是克夫相 也是寡夫相之一 如果在婚姻上不离异 就会导致老公生病 严重的会把老公克死 有这样面向的女人 一定要收敛自己的性格 因为在话语上不饶人 也是一种暴力之一 叫语言暴力 这样女人会让自己的男人 觉得非常恐惧的 十八 腮骨突出的女人疑心重 腮骨就是下巴的两侧 腮骨过分突出的女人是极其危险的人物 不触及她们的利益时 表面上都是很会伪装的人 当一涉及到她们的利益时 会表现得极度暴躁 简直判若两人 在婚姻上更是疑心重 老公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认为老公出轨 而且他们对老公用的最狠的方法 就是冷暴力 非但如此 做事还不择手段 不达目的不罢休 没有几个男人能和这样面向的女人 白头到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